幾乎透明的四肢 血管分佈隱約可見 翻過身來 腹部更是完全透明 甚至看得見心臟跳動 它就叫玻璃蛙 二十年前就被俄瓜多科學家發現 卻直到上個月才正式公諸於世 豐富的羽林生態是厄瓜多的珍貴資產 其中 蛙類因為透過皮膚呼吸 對環境的敏感度極高 所以是很好的環境指標動物 卻也成為最容易滅絕的物種 濫伐森林 鑽油 挖礦等人類活動 造成的威脅與日俱增 科學家警告 蛙類面臨的危機 就是人類生存的危機 戴愛新聞 張宇婷編譯